好 继续来关心111年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 24号的上午在明尺国小举行 邀请了警察局、消防局、社会处以及民政处等部门 共同来参加 请听社区的意见来共同对社区的治安、防救灾 以及附有安全等工作做交流 并且由县长徐贞为颁发社区治安工作基优单位 以及个人的奖项 111年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 24日上午在明尺国小举行 邀请警察局、消防局、社会处及民政处等部门共同参与 会中分享跟踪骚扰防治法 营造和辅导社区经验等分享做交流 首先真的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寻守各分队 还有我们寻守的弟兄姐妹 对于我们地方的治安权利的协助 还有对于社会安全网的投入 让整个花林线的社会安全网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健全 我想今天有无论是我们的少年队 或者是我们的妇幼队 来其实就是社会安全网 我们把它网络起来 而有社会局 还有教育处、卫生局 我想这也是社会安全网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在整个六星计划的推动 我想在这几年 无论是南宜昌或者是美轮 都是我们冠军中的冠军 还得到几十万 所以后来我们有蛮多的分队 都不断地努力地汲取直追 而且也有最佳进步奖 也有很多的特殊提案的贡献奖 最后由县长徐正卫颁发 111年推动社区治安工作 机优单位和人员 分别有六个机优单位 美轮、南宜昌、竹田、启摩、人力 和主权守望相助队获奖 另外有28位来自不同单位的 机优人员获奖肯定 期盼疫情之下 持续凝聚执行共识 维护社区治安 记者长包眼 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